11月12日 著名豹人 作家 武侠小说大师 扎良雍的桑李 在北角香港殡仪馆举行 按照金庸生前意愿 桑李以私人形式举行 不设功绩 一切从简 没有任何宗教仪式和致辞环节 当天下午 殡仪馆内外排满了各方送来的悼念花圈和晚联 其中有刘德华 钟楚红 杜琪峰等文娱明星 林堂以金庸最喜爱的玲兰花装点布置 林堂中央摆放有金庸遗照 上方悬挂金庸生前好友 著名美食家蔡兰提携的 一揽众生扁排 两边是众多读者熟知的 金庸以自己武侠作品名称 头一字连坠编写的 《飞雪连天设白鹿》 《笑书神侠已避冤》 十七时左右 此前曾宣称 因恐心情过度哀伤 而谢绝出席的著名作家倪匡 今天携夫人一同前来 同车而来的还有蔡兰 83岁的倪匡虽然腿脚不便 但仍拄着拐杖步入场内 两位好友同来送别金庸 令人十分感慨 当时拍张照片 请拍张照片 拍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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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点 好点 随后自称是金庸先生粉丝的阿里巴巴集团主席马云 及导演戏 及导演张继忠 影视明星黄晓明也先后抵达现场 他们深情严肃 以表达对金庸的逝世深感痛惜 夜色渐渐降临 参加桑里的亲朋好友陆续抵达 他们均怀着敬意和伤感之情 来送金庸先生最后一程 非凡娱乐 香港报道